你呢 很困難喔 怎麼樣爬上來的 喔 很困難 開始的時候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然後 很窮 然後非常窮 家裡非常窮 然後 我從高中 就開始半工半讀 然後 我覺得是 窮會讓人家 突然有就是 動力往上走 我覺得人都要先窮過 不管是錢 或者是人生 或者是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先窮過 你往上走 往哪裡走 就是當你被 都沒有路走 逼急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就當然對 就不好的方式就是去偷拐強調 但如果說是好的方向的話 就是像我這樣我就等於說是 每一個表演 或是每一次的機會 都用我最大的努力 跟最大的 精力去把它完成 對 我 我其實 這一路上走的就是 滿 浮浮沉沉的 然後沒有一個好的機會 可以 就是 好好在螢光幕前面 表現自己給大家看 然後 我記得真的就是 我的戶頭 只剩下 然後 我真的 沒辦法 然後 我就 決定要 為自己拚最後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到處欠錢 幫我幫他還債 然後 甚至自己的 房租 然後 吃的飯錢都沒有這樣 也很感謝那時候的自己 就是 就是可以 好像 就是 那個拚 那個努力是 是 是值得的 這樣 很多人跟我一樣都在很努力的 在拚 可是 未必可以 未必會有個結果 未必會成功 所以我也算是 加了一些 我覺得 不是拚就 不是拚就可以 成功了 對 而且我就說 這個世界 很多人比你厲害 為什麼他們就沒有這個舞台 所以你要珍惜 現在有的舞台 這個舞台是應該屬於你的 就是你的 對 所以我覺得任何人 都應該要先窮過 或是苦過 你的人生才會 有更 更多的經驗 讓你知道說 在你快要迷失自己的時候 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你總是會想到說 也未必 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窮過 痛苦過 可是 經歷過 經歷過 經歷過就有故事 嗯 每週日晚上十點 開著餐車交朋友 好